馬恩就很娘啊 不大像男人啊 馬恩就給我的感覺齁 他是個小孬孬啊 有種的話 他自己到法庭出庭 我會讓他哭著回去找他媽媽 他爸爸每天門口的那一道德 來大家在那裡開雜貨 跟女兒變成XX女兒啦 一個人做選 有我現在剩一支手 他本身自己這樣用風格 打個拜一拜 我感覺他自己本身其實也不太愛選 社會大眾覺得是不對的話 那我們就出面道歉 余天最後的這一段話是在講鄭弘怡 不是講他自己 他說社會大眾如果覺得不妥當的話呢 鄭弘怡應該出來道歉 今天鄭弘怡果然在 將近中午的時候出來道歉 鄭弘怡是不是莊國榮接班人 我們來看事情發生非常的巧合 都在台中 為什麼在台中這些政治人物 就會講出這些激情的話 莊國榮是在長艙逆轉勝的一個大遊行當中 去講剛才那一段話 批馬英九的父親馬賀玲 結果呢 謝長廷落選了 這是莊國榮當年所造成的效果之一 余天呢是在台中為一個議員站台的時候 講了邵小玲的身體健康狀況 甚至手頭腦不清楚 鄭弘怡也是在台中 在挺蘇嘉全的晚會上面 去講這個三字經還有歸兒子 都在台中發生 怎麼這麼奇怪 是因為台中的選情很特殊 一定要用這種表達方式嗎 廖大 我剛剛有講過 是人在一個那個場合 會被那個氛圍 會受到這個影響 那為什麼都在台中 當然那個台中並不是說 台中它有個形勢是這樣 就是說平常看起來 還是稍微有點偏難 但是呢 它綠的集中的地方的時候 那個情緒會比較那個 你像高雄一般都是 比較粗罐罐的 所以那個集合可能 還沒有那個台中 那當然北部 又是另外一個情形了 所以那個時候 一集中的時候 你被感染 你會感覺受到那個鼓舞 你就會跟 人在心裡上 有時候跟台下會 會好像這個 就像收音機轉到那個頻率 是一樣的時候 有時候越講越開心 就會這樣了 但是莊國榮這個人 他是怎麼樣 他是比較那種什麼 他是一種直接事 他搞不清楚 他講這個話後果不知道 但鄭弘怡知道 那余天也是搞不清楚 一下子就開心了 就這樣講了 就這樣講 但是呢 你從鄭弘怡 他因為他媒體 那麼深的經驗 就像他剛剛中間 知道怎麼帶動 怎麼把一個故事 把一個打工的故事 更那個 我告訴你 我讀書真的是大夜班做的 我在中央音日常做公司 我一個禮拜 我在一個禮拜 我只有禮拜天睡覺的 全面都不睡覺的 因為大夜班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也沒什麼 你真的你有一個目標的話 那鄭弘怡也會為了你哽咽 對 他大概不會為我哽咽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但我那個時候 我這樣的人很少 現在要打工的學生多 這是一個事實 這是整個台灣一個現象 但是他把它變成是 講成那個讓大家同情 然後再斷動 所以他是很有心機的 在講這個 然後他的道歉 以及呢 他講那個內容呢 他都是一個故意這樣弄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 我是覺得 我真的覺得 覺得他這個 不知道是性格還是人格 應該檢查一下 不過這個談話 到底對民進黨的選情 會有多大的這個影響 立委你怎麼看 我認為 對於民進黨來講 對於南二都 就如同李老大所說的 不會有影響 事實上是文風不動 那我想 事實上民進黨 很多的支持者 應該是非常的同情 鄭弘怡 甚至很希望替他鼓掌叫好的 但是對於北二都的影響 當然會很大 那這也是鄭弘怡 為什麼會在第一個時間出來 表示道歉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那麼在北二都的選舉裡面 因為實際上的 選民的板塊是藍大於綠的 所以蘇貞昌跟蔡英文的 競選策略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你看到他們 都是希望能夠擺脫過去 大家長期對於民進黨的 很多的印象 那希望能夠吸引中間選民 那在這吸引中間選民 跟年輕選民的策略裡面 對於最害怕的就是像鄭弘怡 這樣子極數的人 如果說他只是市議員 現議員 或者只是一個小小的名嘴 或許我覺得他們都會認為 對選情不會造成太大的波瀾 但是鄭弘怡 他這個扛棒太大了 所以對鄭弘怡來講 他的這個殺傷率的效果是很大的 更何況他昨天的發言 就是說你說實在的 你真的是沒有任何閃躲的餘地 你不但講了 國罵三字經XXX 後面還直接把馬英九 跟龜叉叉 整個連結在一起 這就好像以前馬英九 選市長的時候 民進黨也有人 把他的那個酒 用來用告來供 那我看 我覺得民進黨也覺得說 這也沒什麼啊 很正常的一個事情啊 那所以我其實一開始就講 就如同剛剛這個民進黨支持者 那個女性打電話前來講 就說很多很多事情 他也很想XXX這樣子 所以我才說 重點其實不在那個XXX 重點其實是在後面 他們長期用不實的事實 所製造的對立跟仇恨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這麼離譜荒謬的事實 然後完全不存在的東西 只要他們學會了一點啊 其實鄭弘怡他很聰明啊 他只學會了一點就是說 只要我凡事冠上了台灣vs中國 他就知道在這個大帽子底下 人是可以詛咒別人的 可以罵三字經的 可以不講事實的 可以辱罵人家祖宗三代 這都是可以允許的 只要你放在這個大的帽子裡頭 放在這個大的這個 中國vs台灣裡頭 我可以說謊 我可以不顧事實 而他們所有的支持者 也是這麼認為的 這才是今天民進黨最大的問題 民進黨問題不在於 只是說你粗俗啊 有些人因為他的出身 如同剛剛李老大講的 可能私下他的習慣就是如此 不是這個問題 他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只要面對兩岸的問題 跟島內省籍的問題 他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只要是任何的暴力 任何的謊言 任何突破我們道德的 紅線的事情都可以容許 甚至於A錢貪污都沒有關係 這才是問題所在 所以在鄭鴻怡罵了 這樣子的一個國罵之後呢 這個陳菊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趙天玲說 雖然還沒有規劃鄭鴻怡來站台 但是他的節目收視率很好 如果來站台的話 對收視群有號召力 效果應該是不錯 所以也許在陳菊的造勢場合上 還會看得到鄭鴻怡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的確在南部喔 不管是這個高雄還是台南 大家都覺得雖然是這樣 但是鄭鴻怡來站台 可能還會增加選票 但是在中部在北部喔 鄭鴻怡的這一個出招 會有多大傷害喔 小老大 分幾個層次啊 第一個因為一直談到工讀生 夜間工讀生 其實工讀生很早就有嘛 當然現在學生 不是這兩年才冒出來的 其實中油啊或是那些加油站 以前只有中油的時候 便利商店也很多啊 經常都有工讀生喔 美國大多數的大學生都是工讀生啊 都打工啊 這兩年台灣工讀生可能多一些喔 那學生也很喜歡喔 他覺得這中間 當然讀書很重要 他覺得生活的體驗 還有賺點錢很重要 那美國很多加油站 也是大學生的打工啊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說 今天我們給了幾萬幾十萬 大陸研究生很多的錢 然後因此呢 讓我們的學生都去打工 這是該譴責的喔 我們都會譴責 那如果說一共一年才能一百多萬 這一百多萬就算發給我們的工讀生 他一個月可能也拿不到幾百塊錢 因為打工人蠻多嘛 所以我常常講說 這個總數一定要把它講清楚 否則聽起來很可怕啊 養一隻猴子 動物園養一隻猴子 意味著好幾萬對不對 人怎麼了 他一共幾隻猴子呢 尤其他總價是多少錢呢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民進黨我們看這次 蘇貞他的策略 這是粉紅策略 蘇貞的粉紅 他穿粉紅襯衫啊對不對 孫女啊等等啊 太太啊 女兒啊 就是說基本上是 他想要柔化他的形象 也滿成功的 其實基本上也滿 你看他辦音樂會啊 發CD啊對不對 跟他 我們以前認識的蘇貞昌 這真的是蘇貞昌嗎 他變了喔 那有沒有效果呢 有 為什麼 他要幹嘛 他拉年輕選民跟中間選民 什麼網軍啊 網路啊 鋪浪啊 那是為什麼 為了中間選民 蔡英文幸福 蔡英文是打到幸福 追求幸福 很像陳水扁那個時候 希望快樂的 幸福 幸福有那麼難嗎 他基本上是主軸這個 他為什麼 他也是為了中間 也是為了年輕選民 所以民進黨我剛剛講 他們現在 就訴求說3% 3%什麼 民進黨認為說 中間跟年輕選民 支持他們比較多 可是不來投票 所以他們只要訴求3%出來 他就贏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什麼爆出口 然後三字性這些東西 對中間選民是有影響 不要跟我說沒有中間選民 如果沒有中間選民 蘇貞昌就不會搞他的 倒紅戰略 蔡英文不會打他的 這個幸福戰略 當然是他們想 吸收中間選民 所以當然你說打中國 中國vs台灣 中國排位沒有用 有用 民進黨會繼續打下去 不要說在台灣有用 美國這次其中選舉 都很有用啊 美國起碼有2、30個議員 被打掉了 菲奧麗娜以前惠普的女執行長 很能幹的啊 對不對選參議員也輸了 為什麼 因為她的這個離職員工 就訴求說她同意工廠 簽到中國大陸 讓美國勞工失業 所以這個菲奧麗娜是輕重的 我當時一看民進黨這套議 其實在美國用了 而且非常成功 有2、30個參眾議員 但是他們有沒有用錯誤資訊啊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現在因為處在一個 兩年的狀況 為什麼美國經濟那麼差 失業率9.6 台灣5點多一點 台灣經濟 你看現在其實慢慢有起色了 百貨公司啊 賣場啊 餐廳 一般的餐廳 如果你不事先定位 週末沒有位置的 不景氣的時候 你只要不管再好餐 走進去一定有位置 現在沒有位置了 突然 也不是突然 就現在突然很景氣起來了 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 當然是有大陸的市場 但是 但是台灣 我們台灣人的情緒是很複雜 不靠大陸也不行 靠著大陸 心情緒也很不爽 為什麼以前你那麼 一窮二白 怎麼現在我要靠你呢 所以這個情緒 我在這邊預測 短期不會消失 而且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民進黨不會放棄打中國牌 不會放棄的 連美國都在打了 民進黨怎麼會放棄呢 很好用啊 但是操作的手法 可能需要做一些調整 不然 蔡英文跟蘇貞昌 如何能夠爭取中間選民的認同 理性問政應該不會是這種方式 剛剛沈道老說呢 民進黨的人呢 是沒辦法處理 鄭鴻怡 沒辦法處理本土社團這些人 其實過去呢 當民進黨黨內派系鬥爭的時候 包括蘇貞昌在內 都曾經說呢 他不是初選敗給了謝長廷 他是敗給了鄭鴻怡跟大話新聞 如果我們釣這一年的袋子 今天我們說真的 我倫很久了 有很多人說 實在是不要來 說好 我這兩天 要幫你收音 我們都看得出來 真的 對特定的人 都很擁有 對我 好像不太好 我今天要幫你收理 你剛才說 我幫你收理這幾天 如果要幫你收理 就不用請你來 這感受的問題 因為你有你對大話新聞的指教 跟對我的指教 這我這個很重 我不敢 我不敢說指教 我是跟他說拜託 這個是2006年 民進黨黨內初選的時候 跟前兩天 蘇貞昌接受鄭鴻怡採訪 是完全不同的氣氛 我們先進廣告 這段是